张飞有事给你脸了 我定的婚纱 断剑 礼堂 你干嘛都快退了 你赶紧给我滚 别带我去退婚纱 行 想退婚纱是吧 我让你退 不是你脑子没病吧 张飞有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别给脸 不要演 我跟谁接都不 我都给你接 能听明白吗 两位先冷静冷静 咱们还是好好聊一下吧 都未吃太多 我跟来 你能详细说说吗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突然就不跟我接婚了 他把这些东西都给退了 只是我们两个都分手了 还有必要留着吗 在手可以和好啊 你干嘛都退了呀 不喜欢 你不喜欢哪给我换了还不行吗 我不喜欢你 你不喜欢我你早干嘛去了 咱现在都要结婚了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 真让人恶心 你谈生意就谈生意 别搞得起来你有多爱 我说的好吗 当时是你跟我说要结婚的 那结婚就这么便捷了 我就是跟他做最后的道别 我想让自己结婚之前留遗憾 这话说的真让我觉得恶心 那我都跟你说明白了 我喜欢的是你 我想要结婚的人也是你 你要是喜欢我 就不会偷偷背着我和人家联系 你要是想和我结婚 就不会偷偷背着我和人家留去 对的 你喜欢是我家钱吗 给你十万彩礼的时候 跟我家当成那个样子 给你五十万的时候 眼睛都放光了 我什么都听你的 婚纱买最贵的 钻戒我买最大的 婚礼我爸是最好的 彩礼到账的时候 嘴巴都脸到北一去了吗 我有什么问题吗 钱不是维持婚言最基本的东西吗 没钱谁跟你 姑娘你要点脸行吗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 爱聊上的女生就不这样 兄弟你去爱聊上看看 上面的姑娘都是好好过日子的 这个爱聊找的一项真的靠谱 当然啊 爱聊里面都是真人认真的单身小姐姐 偶像就是本人 聊天还特主动 这个夫妻相功能 它能根据你的长相爱好 给你匹配有缘的单身女生 不过家好友就能语言视频直接聊 都是附近的 合适就触看看 拷担效率还特别高 好 我一会儿就试一试 咱俩才分找多久啊 你就准备找下一个 你扎不扎呀 我扎 咱俩翻了第二天 你就在朋友圈发你回 前代有合照 你之前对我忽冷忽热的态度 我犯你不扎 我虚你忽冷忽热 不是因为你对我不够好吗 还有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 天天都给子对了还能往回药 你是不是难的 药我没有格局啊你 原情毕露了吧 你今天来找我闹 就是想把财力钱药回去 我告诉你 不可能 算了吧 我知道刚才说的话就是心里想 你也不用再解什么了 我没什么好说的 就这样 我觉得我没有财力 我会不会有问 我的状况 在请退isk 保护